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众生 因为佛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佛 众生开悟了 他其实就是佛 而菩萨佛如果迷惑了 他就是众生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 大家要记住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缘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心 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必须要做出菩萨的行为 说出菩萨的预言 我们要做人就要做到菩萨 我们要人成继佛成 常言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大家都是有这么个佛缘 把我们大家紧紧的聚在一起 这就是缘特 我们说在生活当中 有善缘 有恶缘 但是 我们今天所有来的人 大家告诉我 是什么缘呢 讲错了 是善缘 但是更是佛缘 对不对 大家要记住啊 今天早上去了这么多人 一千五百个人在机场上 台长真的很感动 台长心里看见这么多的老妈妈 老伯伯 有的两三天之前就坐火车过来了 又在机场等了一个晚上 我心痛啊 我想着大家 我难过 我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众生吧 众生需要你啊 说了一句感动的话 我还要说一句开心的话 因为你们在机场上欢迎台长的时候 你们鼓掌也好 叫台长也好 我觉得 声音菩萨比飞机还要响 谢谢大家 真的很想念大家 一年了 每个人都在变化 每个人的性格都在变化 念经念了之后 使自己的身体 行为 语言和自己的个性都在改变 这就是学佛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学佛 学了什么都没有变化 他学什么佛 学佛就是要变化 我们说 不懂得学佛的人 叫命运 而我们学佛的人 把两个字要盯过来 倒过去的说 叫运命 我们不认命 因为我们的过去 我们没有学佛 我们不懂 我们造了很多的业 我们的累世 今生 我们做了很多的不好的恶业 那么这些业 给我们造成了今生今世的痛苦 我们难道还想让这些痛苦再延续下去吗